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愿意和大家分享的 关于食物的添加制 因为在这个发达的城市里面 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所吃的东西 是意想不到的 一个很简单 我们在香港居住 我们没有什么出产 但我可以吃尽全世界的美食 但这些美食从世界各方 运到来我们香港的时候 本来有些东西是很新鲜的 但有些东西是制成品来的 而在制成品里面 如果你靠着运输的过程里面 可能就会有些问题的了 所以在食品里面 就会加添了很多东西 在这个食物的加添剂里面 最常见的就是防腐剂 防腐剂的目的是什么呢 很简单而已 就是预防它不要腐烂 我们都知道在大自然里面 就算是一棵菜 你把它割了之后 你会在街市看到 卖菜的那些 姐姐 嬸嬸 叔叔 每天早上没开档之前 在档口里面 就将昨天卖剩的菜 就坐在那里 然后拿个刀子 每一棵菜的头里面 再把它割一割 原来有任何的腐烂 有任何的伤口 这棵植物就会慢慢慢慢 是会腐烂起来的了 这个是大自然的律例 如果我们是这些腐烂了的东西 或者死了的东西 破坏了的东西 如果没有腐坏的话 我们全世界静下来的 都是尸体的了 由于我们的大自然里面 任何东西是受了破坏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昨天早上这一排 因为胃不太舒服的时候 我就用了一些薯仔汁 薯仔打苹果 很简单的 我用了这个薯仔的时候 我只用了半只 这个薯仔用了半只之后 我就要将其他半只 放在这些密封的塑胶袋里面 等它可以等到我明天再用 谁知道我很不小心 一拿起这个半边的薯仔的时候 那个薯仔可能湿了 在我手里面就滑了落地 吞一声就掉落地了 就射到地上很多薯仔汁 那我就说坏事了 但我就不处理它了 因为明天才要用的 所以今早当我起床 我要预备再打汁的时候 我一看的时候 这个薯仔差不多四分之一 我要切掉它了 因为由于它一跌的时候 这个组织受了破坏 很多这个薯仔的组织受了破坏之后 全部已经是乳伤了 那没办法了 变成颜色的部分 我必须要把它割掉了 因为那部分已经是有这个腐败 所以我们说 如果用这个食物的加添剂里面 第一样东西就是防腐剂 防腐剂最常见的就是亚硝酸盐 因为亚硝酸盐 它是可以帮助这个食物保持它的色泽 在亚硝酸盐里面 用得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那些烟肉啊 火腿啊 咸鱼啊 任何的东西 你放了下去的时候 就保持它的色泽 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叫做BHA 或者叫做BHT 这个BHA和BHT呢 它的中文文是挺长的 叫做丁基、竞基、隔阳本 这个BHT呢 二丁甲、经、隔阳本 这两种不同的 它是用来做什么呢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穀物里面 好像我们的 常常讲到 好像这些烟物片里面 小米啊 或者是 逢是用穀物做的东西 或者有时候呢 香口胶 里面就很多BHA和BHT 在保持它 那个新鲜啊 和样子啊 保持它漂亮啊 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呢 容易呢 影响到 我们说 甚至 有时候呢 吃了 可能会有少少 致癌的物质 那当然呢 我们刚才说 这个BHA、BHT里面呢 除了在我们谷类的食物 我们的香口胶啊 甚至我们的蔬菜油里面都有的 另外呢 在薯片 就最常见到有这个BHA、BHT的了 那这样的防腐剂的用法呢 原来它还可以有少少叫 抗氧化的作用 就不容易 令到 这些食物呢 是变坏 你知道啦 如果你是炸了这些薯片 你经过的运输 经过的日子的时候呢 你不加这些防腐剂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薯片呢 经过油炸 很容易变成臭油益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啊 所以我们就要加这个防腐剂去了 这样 另外一个呢 就叫做呢 没有食指酸炳脂 这个防腐剂呢 最常见的呢 就是在这些肉类的里面 好像罐头啊 或者是烟叶啊 等等那些 加上呢 口香糖啊 就是香口胶啊 那么很多用的 鸡汤的底 你就很容易去到超市里面 买些鸡汤的啊 有些鸡汤的时候呢 可能一罐一罐 或者那些鸡汤 是鸡汤粉来的 他们都会放这些 防腐剂下去 它如果是用很高温度来煮的话呢 其实可以引起这个致癌的 那么我们第二种常见的防腐剂 我们讲到呢 食物添加剂 除了这个第一个是防腐剂之外呢 第二个呢 这个食物添加剂呢 就是盐了 我们知道 食盐呢 是我们从古以来呢 都时时 都是有用的 用来 保护这个食物的新鲜 好像 我们在 日常的生活里面 那些渔民 去打鱼 打了鱼 回来的时候呢 如果它在路上的时候 它就要将那些鱼呢 是 给它能够很快去的急冻 多了出来的那些 那些呢 它们就当时呢 就会晒干它 这个晒干的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有些人呢 就用盐来腌它 将这一条鱼 然后放在盐里面呢 将它醃住它 那咸一点的时候呢 就没有那么容易呢 是长出这个毛菌的 那所以 我们看到 中国人以前呢 我们没有冰箱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时都是用盐的哦 用盐的作用呢 就能够呢 可以保持这个食物 能够吃得久一点 能够呢 令到我们呢 在这个的 一年四季里面 都可以吃到那样的东西 当然 现在呢 用盐叶的方法呢 就比较少一点了 那我看到呢 就是很保守的呢 就是我看到我的朋友呢 当他去到美国的时候呢 他自己要经验一下 自己来醃咸蛋哦 那他又很聪明的 他又问人怎样醃 那原来 我以为呢 咸蛋呢 将蛋呢 是生的时候呢 就用些盐 这样来慢慢醃它 是不是 原来不是的哦 原来那些盐呢 要变成了盐水 原来在盐水里面呢 还要放些什么 花椒八角哦 我说 你放进去做什么呢 我说 根本 你醃过蛋的时候呢 那蛋壳 会不会吸收那么多东西呢 他说会的 醃了出来呢 那些咸蛋呢 特别香的 我说 哇 持之以待啦 是不是 看一下它是否真的可以 那他就是用了很多的盐 但是那些盐呢 是变成了盐水 很咸 然后呢 就放了一些花椒八角在那裡 然后将它醃 不知道15日的期间 就是什么了 那他就说 可以用的了 可以用的了 我说是吗 那我看下它是否真的可以用 我说真的哦 啊 哇 摸出来之后 烧熟了之后 真是咸蛋那样的哦 哇 原来我们盐的功用是很紧要 盐是调味 盐 啊 亦都是呢 可以做了 我们食物的添加剂 来保存我们的食物的 这种的 新鲜 或者是保存这个食物 我刚刚在2011年的时候呢 在6月呢 就去了这个的外蒙古 那我就学到一样东西了 那在外蒙古里面呢 就发觉呢 原来以前的那些蒙古人呢 他们只是冬天才吃肉的而已 他们夏天吃什么呢 他夏天呢 就吃那些野果 他说呢 一山都是的 你摘一些野果 野菜 和那些野的一些的穀物 那他们回来呢 就会煮的了 就用那些牛奶啊 羊奶啊 总之那些动物里面有奶的呢 就可以用来这样来煮来吃的 他们是夏天是完全不吃肉的 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 他们没有雪柜 如果你剃了一只羊的时候 如果你一下子吃不完的时候 那些羊呢 就会是变坏 你又不能吃了 所以他们蒙古人呢 是夏天不吃肉的 但今天不是了 因为呢 有雪柜了嘛 现在的蒙古人呢 一年四季都吃肉 所以呢 吃出病来了 那我原来 在我们其他的地方呢 我们很喜欢用盐的 我们中国人里面呢 用盐的很简单 就是如果我要吃这个黄瓜 酸黄瓜 夏天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流行的 是不是 吃的时候呢 用些新鲜的黄瓜 拍碎它 然后放几粒蒜米 混在一起 再加几粒盐的时候呢 咦 不用多久 半个小时 这一盘的黄瓜呢 已经很好吃的 不单止有蒜的香味 也都有一点 好像是酸酸的味道 这个是自然的 很大自然的东西 就是加些盐下去 盐是有防腐 是不是 盐呢 也都是有很多的 我们的作用 除了刚才说的调味之外 那我们的食物添加剂 除了有防腐剂之外 有这个盐之外 那我们第三种是什么呢 就是说到味精 其实味精是什么来的呢 这些味素呢 就是在外国人说的叫Ajinomoto 这些味素 这些味素本身 它是从植物里面抽取出来的 特别是在我们冬菇 香菇之旅那些东西 就有很重的这种味素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很聪明的 那我们以前的时候 就不是很有钱 我们不是很有钱的时候 我们食物的种类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了 哇 用这个的冬菇啊香菇啊 特别是干的 曬干了之后呢 煮东西的时候呢 加一点点下去 那那一碟菜呢 就变得很高贵 而且呢 是变得呢 是特别鲜的 今天更加好了 无论我们在香港台湾 甚至我发觉 在韩国的地方 日本的地方 他们都有很多的孤雷 那我以前呢 就是以为呢 我来中国 特别是云南呢 哇 我好欣赏 他们的火 打边炉 他们平时我们说 火锅 他们火锅用的 全部用菇类的 哥淡汤 真是鲜甜 不过菇类的时候呢 打边炉呢 不可以一下去就吃的 必须要长一点的时间 因为菇类植物性的东西呢 可能都是有少少毒性的 但是呢 他只要你在 高温里面 用一段的时间呢 那他呢 就会将这个毒性 是减了的了 就没有了毒性的时候呢 吃的时候 又鲜又甜又好吃 原来这些菇类本身 是有这个味素的成分 但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味素呢 那些味精呢 雞粉等等的东西呢 就加了很多的盐下去的 那由于这些这样的味精 加了很多化学的成分下去呢 那现在在这个 特别在美国 加拿大 欧洲的地方呢 他说我们是有这个 中国人餐馆的 这个综合症 意思就是说 去到吃完东西之后 那个口干头痛 就因为呢 里面的化学物质呢 是起了作用 其实 有些人说 吃味精会脱头发 是不是真的呢 那这样东西呢 在科学里面 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我们知道 如果你将味精 分解下来的时候呢 最后呢 都是最多的 是属于蜜 蜜 蜜是 sodium 即是盐分的意思 所以我们就说 味精没错 可以将食物的鲜味 带出来 但是间接呢 亦都是里面的盐分 是多了的 所以就必须要用 味精的时候呢 就要小心了 我就喜欢用自然味精了 就加少少的菇类下去了 现在这么多不同的菇类 是不是 鸡腿菇 瘦珍菇 金针菇 草菇 蘑菇 以前我们只是有冬菇 蘑菇 和草菇三样的 但是现在 哇 我有一次去吃饭的时候 他全场里面 他们用的 都是不同的菇类 但是菇类呢 不要一次过吃太多 因为菇类最好作为配菜 就是让那种菜呢 吊起它的味道 不应该呢 整碟都是菇类 然后放几条葱 或者放几条黄牙白 或者是这个简单的 菇是配菜 不要做主角 那好了 讲完味精呢 就讲糖了 糖也是一个好的方法来的 记不记得呢 我们中国人过年 不是有些什么糖莲子 糖冬瓜 这些 但是这些糖莲子 糖冬瓜 本身呢 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 除非你曬干了它 如果你没有曬干它的话 如果是 还是带少少湿气的话 是很容易发污的嘛 啊 但是你外面呢 有了一层 这个糖在上面呢 哇 就可以保持它了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糖的功用呢 是很大的 那我们中国人过年之后呢 不是很多这些盆吉的 那这些盆吉呢 有些人呢 就喜欢用盐来叶 把它呢 就是 扎了下来之后 洗干净 然后灶一灶 那些这样的 啊 应该是滚水啦 让它消毒消毒 那样啦 然后消毒完之后呢 它呢 干了之后呢 就摆到那个瓶里 摆到那个瓶里呢 先那个瓶呢 就摆了一些盐在下面 然后一层 这些这样的 金骨 然后就一层盐 这样这样 让它呢 两三年之后呢 就是咸金骨了 喉咙痛啊 咳咳啊 就可以喝一 拿一粒出来呢 按烂它 然后呢 就可以呢 是 啊 帮我们呢 是舒缓一下 厚的不息 啊 有些人呢 是喜欢用甜的金骨 这个甜金骨是怎样呢 它就用糖了 它用糖的时候呢 可能它放些糖下去的时候呢 因为糖呢 是很容易会融化的 那它可以呢 好像是糖水那样浸住它 也可以 如果你的糖不够的时候呢 不是好像盐那样呢 盐的时候呢 你是很多 醃住它的时候呢 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你糖呢 如果用水的话呢 都容易有发酵 因为糖是甜的嘛 除非你那个 那个 瓶里面呢 先是用些 滚水等等 弄了它之后 要不然呢 都可能 一部分 特别上面那部分呢 都有这个 发毛的可能的 但是 糖 我们都是可以 用来醃很多东西 是吧 但是 记得 糖本身呢 是一个很精济的东西 有些人呢 就用糖精 特别是以前呢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叶是什么 我小时候呢 就一年一次的 就是过年的时候呢 才有得吃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 萝卜 把萝卜摄成一块一块 然后切片片 很幼的 一片片片的 一块萝卜里面有很多片的 然后木瓜 那些木瓜它不单是生木瓜来的 它不单是叶酸了它 它还染了颜色的 啊 橙色的 但是只是过年才有得吃 因为过年我们才有利是钱 那他们才知道过年 才做到小朋友生意 那我就听闻呢 他们叶这些酸瓜 叶这些酸木瓜呢 是用这些糖精和醋的 没有人用糖 因为糖呢 太贵了 那到底这些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呢 那我可以说给大家听 多多少少 都是有些的影响的 那刚才说到 我们吃那个 木瓜的时候 染了色的了 那下一个呢 食物的添加剂里面呢 就讲到色素了 色素里面呢 我们在中国 在香港呢 最近这几年 经常听到 蘇丹红那些 之类的东西呢 原来这些东西呢 是可以引起癌症 但是我们就最近有一个朋友呢 是非常之创新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她的外孙女出生 我们广东人呢 就是满月到一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派红鸡蛋 那平时呢 你会看到呢 那些人呢 就将鸡蛋煮熟了之后呢 然后就用一些红染粉 这些食用的红染粉 染了它呢 但是做染鸡蛋的人呢 那手指全部都红了 哇 这一对的外公外婆呢 好有创意 怎样呢 她就去到书局里面 买了红色的玻璃籽 那我就觉得她不是很环保了 是不是 但是呢 这个创新 那她买了红色的玻璃籽呢 然后很方便的 现在可以在超市周围都有买 扎了它之后呢 就用一条金条 拧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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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拧去拍 哇 真是很创新 原来我们在食用的东西里面呢 很多时候都有色素加了下去 所以红色特别漂亮 黄色特别黄 绿色特别露 蓝色特别蓝 就是因为呢 有这个色素的加添下去了 另外一个食物加添测呢 加添测呢 加添测呢 叫做灵卡油 什么叫灵卡油呢 就等食的人呢 是吃了这些食物下去 但是脂肪不吸收的 好像很多时候 灵卡油放在哪里呢 薯片啦 因为呢 因为呢 它可以阻碍了 人体这个生产维他命 和呢 消化过程的生物的反应 所以这个灵卡油呢 不可以吃的 所以很多地方呢 现在已经是很注重 不可以放这个灵卡油 进去 因为吃了这些灵卡油 没错啦 你不吸收的脂肪 你不吸收的脂肪的时候 那些脂肪去了哪里呢 你不吸收的时候 可能脂肪出来 就影响到肚痛啦 有脚肚痛啊 腹肚啊 还有呢 这个胃气胀啊 另外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是呢 因为灵卡油呢 是油呢 是对这个脂肪溶性的维他命呢 可以将它带出体外 什么是脂肪溶性的维他命呢 维他命A 维他命D 维他命E 维他命K这四种 因为这个水溶性的维他命 就是维他命B 和维他命C两种 它就溶在水的 那所以多了的时候呢 它可以从这个尿带出体外 但是脂肪溶性的维他命呢 是必须要溶在脂肪的 这个灵卡油本身好似脂肪 但是它不会被身体吸收 但是它可以将我们身体里面的 脂肪溶性的维他命 带出体外 影响我们的健康 所以这个灵卡油 在食物添加剂里面 是要不得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灵卡油之外呢 还有这个臭酸甲 臭酸甲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漂白我们的面粉 所以这些面粉呢 自然的面粉呢 不是说粗糧的面粉 是全麦面粉 如果你没有见过 没有加上这个臭酸甲的话呢 那个面粉不会这么白酸甲的 就好像我在这个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我去中国大陆工作 我吃的那些面粉 麦包没有现在这么白酸甲的 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加了这些食物添加剂 我们将它磨了之后呢 就做出来就是了 但是现在由于我们慢慢慢慢 觉得自己经济发达了 我们有钱了 我们可以人家做的事 我们都可以做的时候呢 当我们是加入了这个臭酸甲的时候呢 我们的面包呢 哇 就会白酸酸 因为面粉 白面粉 除了白酸酸之外呢 它还可以呢 增加它的体积 否则的话呢 那些面粉 发了的时候 原来烤好的时候呢 嘟嘟嘟 就变了很小的了 就失去了 这个面包的预算了 所以我们就讲到呢 这一个的臭酸甲 是可以漂白面粉 亦都可以令到它的体积呢 是大一点 但是问题就是呢 这样东西呢 是可以致牙 那第二 最后一种了 就讲到食物的添加剂里面呢 就是这个 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都学了脂肪里面呢 有油 有脂 是不是 亦都有胆固醇 那这个普通的脂肪呢 我们的工程式的时候呢 我们是 大家呢 是面对面的 齐齐地站在那裡的 那我们面对面 但当这些脂肪 是经过了高温的时候呢 我们就将它的程式呢 是调转了的 本来它们是面对面的时候 当我们用煎炸的时候呢 这些油呢 就将它改变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呢 它是 不是面对面了 变成了什么呢 背对背了 这个反式脂肪在研究 今天的研究里面说到呢 是容易引起这个高血压 容易引起中风 是有很大的关系 也是这个反式脂肪呢 对我们的肾脏的影响 也都有很大的 所以你看一下 这个反式脂肪 本来这个油脂 是正常的 但当你 是经过了高温的时候 这个油脂 就改变了它的方式 改变了它们的面对方式 而变成了 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 就会引起 心脏病 肾脏病 中风 高血压等等 这些慢性病 所以当你饮食的时候 记住你的食物 有些什么的添加剂 好 对 百分之火 对 有些伤害 聪明